只要是姐夫她都爱 鉴定完毕 自从汪小飞与大S离婚后 汪小飞并不再是小S口中的完美姐夫 汪家与S家之间的家务史 风波也越演越烈 与其说大S是世界的女主角 倒不如说 小S才是此次风波里强有力的火柴人 任何话题与热度 小S那时一样也没落下 不仅引火烧身 烧到了自己老公徐亚军的身上 还跟自己的亲人姐夫传出了绯闻 首先最让人感到雷幕的是 这位新姐夫不是别人 而是小S当年在自己节目里 连续炮轰了好几次的 势力男友居俊叶 居俊叶当初为了事业 抛弃姐姐大S 让小S为姐姐感到十分气愤与委屈 姐妹俩当众立下誓言 绝不来往 绝不与这种人交朋友 而若干年后 势力男友摇身一变 变成了大S跨越20年的时间 都要奔赴的真爱 未免让人觉得唏嘘 说好的不做朋友 变成了自己的姐夫老公 小S甚至还把聚聚业 当成了流量密码 在自己的节目上 各种夸奖姐夫的优点 各种透露 姐夫跟姐姐的关系有多好 各种秀恩爱的势力 在小S节目里做话题 但这些还能理解 毕竟小S是主持人嘛 高点噱头 也都是见怪不怪的操作了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小S与姐夫之间的距离把控 小S对姐夫的称呼 已经让人浮想联翩 众所周知 势俊业来到弯弯后 也没闲着 他去夜店做起了DJ 大S从未来捧场 小S则是都没落下 势俊业上台打迪时 能看见小S在下面热烈欢呼 表现得相当兴奋捧场 后来 势俊业跟小S一起参加 金曲奖颁奖典礼 在舞台上 主持人小S就和势俊业 搂搂抱抱 势俊业都一度感到非常尴尬 觉得行为不妥 但小S则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台前都尚且如此放得开 更别说台下是什么样子了 在后场那会儿 小S就已经对姐夫上下其手 势俊业还搂着小S拍照 小S没有觉得不妥 就这样顺从地靠在姐夫怀里 势俊业说话还直接凑到了小S的耳边说 种种行为惹得网友狠狠地吐槽小S 总是在姐姐的婚姻里上蹿下跳 更是特意调侃小S老公徐亚军 是不是忙着睡觉没有信号 怎么会对小S的新闻毫不吃醋 也许真的是大家闲吃萝卜蛋操心了吧 小S在采访中被问到 跟姐夫一起另类出席 有没有被姐姐大S警告说 不要再曾话题了 小S听完不以为然地回答 这倒是没有 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跟姐夫是被同时邀约来到这个活动的 所以姐姐无需警告什么 紧接着 小S还夸起了俱军业很帅很瘦 虽然光头的优点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但也许对于明星而言 这个年纪的人能拥有有趣的灵魂 会比有钱还更加难能可贵吧